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场严肃的辩论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呢 我的梦想是有一天能够找到影帝亮凡先生一起拍一部电影 我是KK 汤勇 我们有个梦想就是命中注定的男主角睡一晚上 永远是个梦想的JJ金西 我有一个梦想 醒来长成这样 你已经那样了 我是MM 马东 路德金 来 我们来听听我们今天男神廖凡的梦想 我有一个梦想 就是给大家送一些药 我们是什么病啊 他们告诉我一定要把这个礼物带给你们三位 当然你们也可以转送给在场的各位选手 哦 真的 太好了 这什么东西 治什么病的 关键是 对对对 这个是专门治缺心眼了 哦 专治缺心眼了 因为他们这么一说呢 我自己也留了一个 啊 有关系 我这个 来 萧萧送你 哈哈 他送我呢 对对对对对 这个 你要俩都行 就是说不去 对啊 不是 这是 太 看来你们还都在这相互推 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电影《命中注定》里边的一个道具 是个很重要的道具 当时我在电影当中泡上《女神》 完全就是靠这个 你看没有 我跟你讲 这个绝对治缺心眼了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一试就试出来 带上这个 我把这能睡到想睡的男人了 来如今 好家伙 哇 金老师 睡到想睡的男人 我都三年了 我把这个腰瓶送给 他不只缺心眼 我觉得他什么都缺 他应该连尊严都没有了 送给艾莉吧 好 好暖啊 你们这帮人啊 《红楼梦》里的讲话 都是少说有一万个心眼的 好 那个我们男神今天把礼物也都送完了 我们是一个 我们是一个节目 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是一个 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 我们要感谢有车有房不如有范儿的时尚APP 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 谢谢 同时也要谢谢古力多燕卖牛奶 国际韩乐大品牌 谢谢 好闲话少说 来看一看 本场题目 约吗 约什么什么约要说什么呢 那天晚上的事你都忘了 哪天晚上什么山日说什么呢 那天 灯光美气奔家 咱俩吃完饭以后 上小驴馆坐了一会儿 你可拉倒吧 人家好朋友在一起 一般都上咖啡馆坐一会儿 哪有上小驴馆坐的 都没人信 非要让我帮你回忆一下吗 没有的事你瞎回忆她干什么呢 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咱俩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咔嚓一个炸雷 就完事了 我就是不想再提这事了 你说就当是做了一个噩梦 早晨醒了以后就忘了得了呗 你说你没事老提她干啥呀 啥意思呀 不得劲啊 心里 咱俩是最好的朋友吧 咱俩是死党 纯洁的友谊里边 产生这种超友谊的事 谁能得劲啊 心里 你也说了 咱俩是最好的朋友 那好朋友 就是应该互相帮助 互相扶持 互相 需要 咱俩聊这话题 是不是没有下线了 有点 大家都是成年人啊 能不能不那么封建 我不管别人 我自己就受不了 那要这样 咱俩绝交吧 那可不行 你别这事完了以后 连好朋友都没得做了 那你说怎么办 要不然 咱俩再往前迈一步 出对象得 咱俩要能出啊 大学时候都出了 还等现在呀 你妈不是不同意吗 别给我提这茬 我说你不出对象 咋应该也好 那你就自己解决吧 我先回去了 烦银劲的 我告诉你 你回去千万小声点啊 别让老马呀 小蔡他们都知道了 那我能让他们知道吗 老马那大喇叭 哎呀嘛 让他知道了明天 爱奇艺不得上手 反正你回去你就 你就让着点人啊 别让人看着你啊 我都不怕你怕啥 你说你就是大大咧咧惯了 哎呀妈呀 都在呢 都知道了啊 明天爱奇艺守夜见吧 也是好事啊 我就有一个问题 这好朋友 到底能不能约呀 能 得见呢 我真没想到 万万没想到 绝对没想到 萧萧这个秦兽 居然选择了不约好朋友 想洗白吗 她的好朋友长得是有多丑 我身边的好朋友 你们看看这两位 这个质量 怎么约 陈彬符合她一贯的德行啊 就是血啊 她如果不装成那样的话 怎么能约到更多的好朋友呢 薇薇姐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们俩是朋友嘛 那约吗 她如果觉得可以约 我就要约她 提不出来了 好朋友之间 可以约吗 我的意思是说 像你和汤维这样 你一个在嘎那的海滩上碰到 然后就是 哎呀就是彼此 惺惺相惜 你也是演技好 我也是 然后就白日了 演技好 然后就 焰火 焰火咔嚓一点完了嘛 对不对 就这样的好朋友可以约吗 吃了制那个缺心眼的药 再说约不约的事 没有 刚才男神我记录啊 那个表演的时候 男神下说的 约啊 这样 我们请现场100位观众 红蓝剑选择 同剑正方可约 蓝剑反方不可约 第二阶段大混战 比赛进入第二阶段 16名奇葩任意组合大混战 双方胜负仍由观众跑票数量决定 比赛结束时 团长从胜出一方 选出一名最讨人喜欢的奇葩 受益本场BB King称号 失败的一方 将面对精神和肉体的残酷惩罚 累计获得BB King 赐出最多的奇葩进入决赛 没关系啊 请大家放心按键 我们呢 没有储存你的选择 我们没储存你的选择 没有人知道你的选择 想约就约吧 咱们那个进场都是实名制的吧 不 进场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不知道 出去的时候有好多离婚的 好 我们来看一看结果啊 78个人选择不可约 22个人选择可约 要反正会选择可约还是不可约 我觉得可约 我也就是吹一下牛 我觉得可约 是一条汉子 是一条汉子 汉子 这条汉子 纯的 不用不用给我带高毛 好好好 蔡团长呢 那我也勉强做条汉子吧 哈哈哈哈 你也可约 我觉得可约啊 哦 什么啊 你不要假装你不可约 哈哈哈 那金姐想做的事啊 我肯定不可约 因为你讲特熟悉的哥们 就那么一约完了以后 没法变了 啥都变了 活烂的一塌糊涂 你会怎么变呢 哈哈哈 说 金姐 咱们的前提是 活好且不黏人 约不约 那就是说金姐是说 还是约过了以后 得出的经验说 不是 不可约 哈哈哈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特别难面对 第二天早上起来是特别的尴尬 啊 半夜就走啊 那就不约啊 那都约到那了 叉叉一声打雷 到不了天亮 哈哈哈 金姐咱问的是说 可不可约 对 没说第二天干不尴尬 不可约 不可约 太难处理了 太难处理了 不可约 这样我们就是 呃 这个男神和另外一位男神 选择的是可约 女神选择是 不可约 真的不可约 正方 当你马威威威中选异 选择的是可约 要消你选择不可约啊 就那约是什么意思 我都没高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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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说在这个词里 你只懂后面那个字 是这意思吗 哈哈哈 他懂了那个字 你没给他写出啊 啊 对对对对 好嗯 陈铭选择不可约 我不可约 你什么叫你不可约 就你选择不可约 我可选择不可约 你这别别标榜自己 对对 花西选择不可约 我94年还是小孩呢 对 不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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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在蓝椅子上脸红不脸红 好 好啦不约 来各展这个棋场 看看谁能说动对方 谁先说 帮你 我先说 我最喜欢的一个电影 叫真爱至上 如果要给我一个机会拍一个电影 我就会拍一部真XX之上 为什么呢 我一直替真XX的事感到挺委屈的 真爱走心 真XX走肾 走的都是器官 咱们怎么就分出了高低贵贱呢 真爱一生难求 真XX难道不是吗 马斗尼吧 你题目干嘛把那个字省掉 他讲了八百遍的一句 回头都是 这个是我的错误 所以我跟你讲 自己约到XX寒泪也要 你去睡吧 这时候问题来了 我现在特别想睡的这个人 恰好是我的好朋友 我睡还是不睡呢 睡呀 金城武吴彦祖远在天边 好朋友近在眼前 有这么一句真挚的肉体 摆在你的面前 你却没有好好珍惜 你就不怕有一天追悔莫及吗 在这里我要用一个 我最喜欢的人民表演艺术家 范田田老师的名句 为什么要压抑你的天性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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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压抑你的天性 对呀 对呀 好 这时候一个青色小姑娘跟我说 好恶心啊 你怎么就能对你的朋友 产生XXX呢 我就想问一句 怎么就不能呢 在这个世界上 性向是可以流动的 兴趣也是可以流动的 有的人50岁突然发现我是同情恋 怎么就不能有一天我突然发现 我对我的好朋友有兴趣了呢 而且你对你的好朋友身体有兴趣 难道是对他的侮辱吗 难道是亵渎吗 不是 是赞美呀 如果你跟我说 如果今天你跟我说 芳妮我对你的身体有兴趣 胜过对你的大脑感兴趣 我告诉你 我要开心一万倍一千倍 因为平时不太有人这么说 现在你还问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谢谢大家 有情万岁 约不公罪 谢谢大家 谢谢 哎呀 为什么会选择邦尼是第一个出场 反差萌啊 先生多人 而且邦尼是我们这里的理论家 他真的是这方面很有理论 实践家 实践家这儿 你们啊 其实呢 我刚拿到这个遍体的时候 我真的仔细地斟酌过 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具体也没有什么 特别多的经验嘛 我就找了一个我的好朋友 进行了一次 进行了一次深度的探讨 我的这个朋友呢 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性 她三年只开过两次掌 她告诉我 一个女人 人比三十如狼 四十如狼 在她无数个 极度饮饥渴的晚上 她愁疚过 她焦虑过 她甚至连我们高晓松老师 她都记忆了 她无数次地告诉我们 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啊 但是关键的时候 她压抑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她不想杀手 你知道吗 杀手 杀手 熟人 她不想找熟人下手 不好意思 下家伙 用她的原话来说就是 她害怕 她一觉醒来 发现旁边躺的是艾莉 她想起 OK 所以在这里 我要告诉大家 如果我知道了我的这个好朋友 她去跟她的好朋友约了朋友 这样的人 其实我不太敢跟她做朋友 因为我觉得自己长得秀色可参 如果是我刚刚的那一位好朋友的话 我半夜跟她聊着天 聊着天 就像邦尼说的 她一下来感觉了 她非要把我推倒 我有这个心拒绝她 我没这个劲啊 所以最后 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约X呢 就跟拉X的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那股劲来了 你必须要排解 那我们 我们跟陌生人约 我们可以轻易地删除她 天亮说分手 所以陌生人 像一张卫生纸 没有人擦了屁股之后 还留着那张卫生纸 因为我们不在乎这张卫生纸 但是我们的好朋友 就像我们一本心爱的书 谁会拿自己心爱的书去擦屁股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不要用你的朋友去擦屁股 也不要轻易地去擦你朋友的屁股 好好好 好好好 你不算是参加过这样的节目吗 说得很好 说得很好 很好 话操理不操 对 话和理都没细致到哪去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辩题 好朋友要不要约 这甚至可能是一个 在我们这个已经非常开放的社会里面 都非常前沿的辩题 我们要想真的做好这个辩题 就不要把它唇望下三路走 因为我们所有人 在下三路的现场里面 会赢得特别多的笑声和戏虐 但是我们不会明辨是非 我们达不到 我们想在一个健康开放的社会里面 传达重要的价值观和理念的目的 我们回到这个辩题里面来 好朋友 可不可以约 到底利弊何在 我们从正方开始 好吗 周璇逸 作为一位大学教授和学者 我不准备回去教书了 你以为他们还会让你回去吗 解释一下啊 本人不是约X界的 真的从来没约过 但是我非常愤慨 刚才肖肖对于约X界的侮辱 如果你这么想 你就认为约X是已经肮脏 不道德可耻 不该做 只能当擦屁股那样的事情 你约什么呀 我要呼吁约X界开除你 说真的 我给各位掰开了揉碎了 我给大家讲几个 约X的可能性的结果 第一个结果是约不成 对吧 第二个结果是约了以后 像你说的啊 约了个第二天早上起来 很后悔 约得不爽 对吧 第三个结果是约成了之后呢 还啃爽 我告诉各位 你三个结果分析 你会发现约好朋友 是一件稳赚不赔的事情 首先是约不成 我说实在的 约不成是个问题吗 我约你 你不答应我 所以我觉得你得罪我了 拜托 我是约 我不是强推吗 是不是这意思啊 反过来说 你约我 刚才我们帮您说得很清楚了 这个至少是对我们这种长相 不是特别好的人 那种一种包扬嘛 我如果觉得你约我 是对我的一种侮辱 那说实在的 我们不适合做朋友 我们三观不同 微微哭了 微微 第二个 如果你们约了之后 像潇潇刚才说的那个 我觉得真的很奇怪 他说陌生人之间 我可以不管他了 我以后不会有问题 潇潇同学 你知道我们现在的社交网络 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 每个人都能拍照 每个人都能上传 如果你真心跟陌生人 约得不开心了 你觉得你是他一张屁股纸 我告诉你 他很可能是一生的梦魇 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 朋友还可能帮你去圆 而陌生人其实会给你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最后一个 小神你约得爽 祝福你 哈利路亚 你可以用的一个招职机来 来金农战 战之后还能聊的一个绝顶的 好 他真是回不了五大了 来吧来吧 您终于把民伤的阵营 彻底压缩到了十票 好 谢谢老师上了一堂生动的课 但是我有一些事情要告诉你 我是约不 萧萧为什么觉得 这是杀手是不对的 我告诉你不是觉得性肮脏 而是我不想让你变成 我单纯的欲望出口 你是我的朋友 我不希望你只看到我受益的一面 杀手是什么意思 约不大家都懂吗 就有那个 除了那个之后 我什么都不会展现给你 如果你一个人真的觉得 我只是你欲望的发泄后 你难道不会觉得自己很低贱吗 好 现在说我的观点 我在拿着个变题的时候 我也在犹豫 为什么我们不能就像他们一样 把很多角色融合到一起 好朋友 知己 后友 全部融合到一起 我们的人生当中 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的角色 朋友 同事 酒肉朋友 知己 是因为我们需要 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个人 他们在各司其职 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的人是很多面的 我希望我在我的同事面前 表现出我刚强干练的一面 我希望我在我的朋友面前 体现出我温柔体贴的一面 我希望我在我的朋友面前 体现出我骁勇善干的一面 可是好朋友和泡眼融合到一起了之后 问题就来了 能治愈爱情的人是友情 你会发现你做个倾土情商的人 好像也有可能变成了你的情商 因为性和爱不是两条腿 你说分开就能分开的 你在和好朋友约的时间久了之后 你会发现你对他的情感越来越复杂 这个时候你的问题就变成了我们的问题 懂不懂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得到了一个能睡的人 但是你却失去了一个在你的生命中 能吐槽 能倾诉 能心无戒地谈天说地的人 所以好朋友我们为什么不约 不是我不能 也不是我不行 而是我不舍得 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当中 有一块更重要的战场 需要有一个知己替我去守护 可是如果我越过了性的这道线 我知道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我会看你的眼神不再纯粹 我会对你的言语开始产生更多的幻想 所以我觉得好朋友不要约 让他替你守护你最重要的那一块阵地 来吧 好 谢谢 好 有 微微姐 灭了他 灭了他 你说人生中不同的朋友 会带你生命中变不同的角色 所以各司其辞不能混乱 对不对 最好不要混乱了 好的 这个时候你能不能约你的变友 出去喝酒变酒友 如果我们喝过酒之后 又在变能场上 我可能打你不会那么用力了 不会 我们两个喝过酒 我们两个也会变过乱 我打你的时候 丝毫也不会留守 但是我会啊 所以你不能 所以这是你个人的问题吗 可是感情 可是感情也是个人的问题 你是一个谈恋爱的人 这个问题出在人身上 不出在约这件事上 好 紧接着我问你第二个问题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朋友 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性 她已经三年只开过两次章了 我来 我来 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她今天晚上就是这么急 有一些 有一些渴 是能管一辈子饱的鼓励多 也填不满的 她就随便掐了咱俩中的一个 好 会要咱们陪她一夜 好 你作为一个讲义气的人 你愿不愿意 我替她给高晓松打电话 等等 好 如果现在你就是高晓松老师 你如果是一个讲义气的人 你的朋友只要你一夜 没有要你一命 你愿不愿意答应她 我带我的朋友去看颜柯 因为她居然看得像高晓松 我的风变完毕 马上截变 好 谢谢 其实我刚才对于花夕的奇迹 只是讲了两件事 第一 人是不是可以同时担任 另外一个人的多重角色 第二 叫做义气千秋 好 第一 什么叫做人可不可以担任多重角色 你生命中有没有一个朋友 他既陪你喝酒 也陪你打辩论 同时还陪你逛街 为什么他的这些职能都可以同时担任 但是忽然到了性这里 就不可以了呢 那么一定是我们心目中隐隐觉得 性是一件很特殊的事情 在我们生命之中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就看 它特殊到是极高贵 还是极低贱了 好 按照刚才肖肖的理论 你是认为它很低贱的 可是你没有想过 如果它那么脏那么坏 你不仅不应该跟你的好朋友约 你甚至不应该去害陌生人呢 对 你为什么害陌生人 对啊 发现了没有 好 紧接着 第二 如果你不认为它低贱的话 那么就可能你认为它像邦尼说的一样 是一件很平常 一很美好的事情 可以跟任何人分享 如果它可以跟任何人分享的话 为什么不能跟好朋友分享呢 我们都知道跟好朋友约会尴尬 会难开口 对不对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当你的好朋友向你开口的时候 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它对你 只有你这个人 任何人都没法替代 已经产生了无可抑制的冲动 你们俩又聊得来 而这个瞬间 它对你的身体突然又产生了冲动 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因为灵魂已经契合了 没准一睡之下 发现肉体也契合 好朋友一约 是最容易约出真爱来的呀 那么跟你马上就能获得的真爱相比 那一点点的尴尬 这一点点的代价 为什么不愿意付出呢 对不对 第二点 叫做一气千秋 你的好朋友第二种来找你约的情况 就是他今天晚上实在是急得不行啊 空虚寂寞冷 三年没开张啊 你愿意为你的好朋友 上刀山下火海 他能比刀山还难上啊 最坏的一种情况 就是你挨一气都顶不住这个朋友 我咬了牙 我剁了脚 我觉得跟你睡比死还难受 有没有种情况 那如果他也是一个对你讲义气的好朋友 你拒绝了他 他会记恨你吗 就好像你像一个好朋友 真正义的好朋友借钱 但他实在有难处 他实在没钱 他不借给你 你们俩友谊会因此破碎吗 也不会对不对 所以行走江湖 一字当头 我还以为你居然找这么一个角度 我这 来 齐齐 所以姐 第一个你告诉我 好朋友是两个人的事 他们俩有可能产生感情 那为什么不可以一开始就谈恋爱 为什么一定要约 我永远不会知道 我在这一生之后 会在什么时候爱上这个人 那为什么一定是打一屁之后呢 不不不 我没说打一屁之后一定会爱上他 我是会说我对他有感觉的时候 这个时候又来了一屁之后 有可能爱上他 最坏的结果是我没爱上他 我们俩打了一屁之后怎么样 就损失了一宿而已 大家是哥们 我陪你一宿咋了啊 好 问题就是所有人都不像微微姐这么开放 这第一个问题先放到这儿 第二个问题你告诉我说 就是一字当头 我问你有没有一字当头 不能为朋友做的事 睡朋友的伴侣可能不太行 所以朋友的伴侣都不行 为什么 朋友欺不可欺嘛 好 是不是伤害你的朋友了 对啊 好 那我问你 如果你跟你个朋友打了一屁之后 他喜欢上你 你却没有喜欢他 有没有伤害到朋友的感情 不就发张好人卡吗 多少人被好人卡伤死了 好 所以伤害到朋友的感情不叫伤害 只有伤害到朋友的妻子才叫伤害是不是 对 伤害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的朋友 你们俩是铁哥们 他发你一张好人卡 你都会觉得伤害 就是人家赞美一下 你的肉体你都会觉得伤害 你是一个多么玻璃心的人 好 所以好朋友就是 哪怕是他不爱我 他就把我当被胎养 我也得开开心心地 受着这样好人卡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 人家是来跟你约的 不是来追你的 你同意跟人家约的前提 就是人家有可能不爱你 你不能够事后反悔 好 那既然 如果说你一开始 就爱这个好朋友 而这个好朋友来跟你约的时候 你就要跟他讲清楚 说大家讲一起 我告诉你 我是爱你的 而你是想睡我的 好 你要想清楚睡我的后果 是我真正的爱上你 而不仅仅是 如果你俩是 如果你俩是讲一起 又讲道理的朋友的话 要么他会退 要么你会退 彼此都不会伤和气 如果在感情和性爱的世界里面 所有东西都能事前讲清楚 并且我们能把感情和性分得 清清白白 明明确确为什么 事后还有那么多分呢 好朋友 跟一般陌生人谈恋爱 和约会最大的不同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有多年的感情交流 能够充分地沟通 所以这就是他最大的优势 你发现没有 你跟做事人约 没法讲道理 好谢谢 你没有感情你俩失去的 还是比普通的恋人更多的东西 好了 谢谢 好 下一道感情 作为一个大学老师 听到这样的遍体的探讨 听到这个阶段 我觉得是时候站出来说两句了 澄清一个前提 我们从来没有说不能约这个事 我方只是在说 小朋友不可约 我们今天很真诚地 想跟对方三位探讨一下 今天这个社会 性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这是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 我在听刚才一遍伯邦尼 发完言之后 我一直在心里问一个问题 在您方三位的心中 今天我们身边 有没有那么一种人 是不能约的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第二个问题才出现 就是朋友应该画在哪一边 我们其实有的时候 一想到跟朋友约 我也说不清楚 特别明晰的 为什么不能跟他约 就你要有一点点 就有一点点觉得哪里不对 但是我又说不上了哪里不对 我本能的就把蓝灯按下去了 但是听这边一讲 性这么重要 好像也对 要不转个红灯试试看 我来告诉大家心里 你们一直觉得 有一点点隐隐不对 又觉得讲不清楚 那点到底在哪里 就是性真正神秘的地方 对方刚才说的 性就像喝酒一样 性就像借钱一样 性就在生活中 跟无数让我们开心的事一样 仅仅只是一件 让我们开心的事 No 在古时候 性是传宗接代 今天显然不是 但性还有一个 至关重要的意义被你们忽略了 这是我们每个人 本能地感受到的尴尬 背后的那一点点根源 是隐私的底线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尴尬 是因为我们每个人 在日常生活中 跟我们每个人相处的时候 有一个范式 我们所有人生的经历 告诉我们 我们应当如何 与我们身边的每个人相处 有一类人叫老师 那我在跟我老师相处的时候 是那个样子 有一类人叫朋友 跟我朋友相处的时候 是那个样子 有一类叫夫妻 跟夫妻相处的时候 是那个样子 有一类叫 跟 相处的时候 是那个样子 至于具体是哪个样子 花夕已经给我们展示过了 现在的问题就来了 如果好朋友变成了 会产生一种什么情况呢 会产生一种 在你一夜醒来 第二天见到他的时候的 错乱感 天哪 葳葳姐意思是我的好友 假设万一应该不会 是吧 因为我已经结过婚了 我们可以彼此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相遇了 如果万一我们特别好的朋友 像您的观点一样约过了 第二天我们应该如何 注视彼此的眼神呢 我做不到 因为在我过往的人生历程中 我找不到一个对应的范式了 我们是像朋友一样聊 像情人一样 还是像夫妻一样 一旦当朋友 介入到了朋友界 我们就面临那一点点 隐私的亲悦和尴尬 我不知道我们有熟到那种 你看到了我的一切 看到了我的肉体和精神层面 所有最隐秘而不愿意试人的 那一切吗 我们的关系有深刻到 击穿我们彼此所有隐私吗 如果我们已经击穿彼此的隐私 而我又没有做好 这份击穿的准备 我明天该如何迎接这个人呢 我最后一个问题 是想回答刚才百邦尼的那个问题 百邦尼刚才说 如果你爱 你就去爱 你想睡 你就勇敢地去睡 六百万年前的 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 人是猴子变的 在原始森林当中 我看到一只 真的是漂亮的母猴子 推倒 母猴子看到 真的一只公猴子 骑 骑他 当我们看到 彼此心意的那个对象 我们无法控制住 自己肉体的时候 我们一路都是这样 走过来的呀 为什么人今天演化 进化 到了不这样 我们心里那一点点 我们觉得不太对 是不是恰恰是我们区别 于我们六百万年前的祖先 区别于路上见到的 猫猫狗狗 那一点点不同呢 是不是那一点点不同 让我们人铸造成了为人呢 我最后一句话是 如果我们要那么轻松地 去僭越 我们是在走历史的 倒退的道士 谢谢 可以 我觉得我最初学理上 去解读他这个问题 因为陈铭你讲得有点严肃 但是呢 实际上你讲得并不深刻 你能不能告诉我 好朋友不可以约的 那一点点尴尬 那一点点人类的底线和尊严 到底你在捍卫着什么 我只告诉你个众所周知的 身份丝毫没有混乱的案例 老友记六人行 里面那六个人是混合约过的 社会在进步 底线不再是封建时代 你可以跟我畅谈道德 可是你要知道 道德如果没有道理的话 它会随着社会的进步 为新的道德所取代 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 我们其实在一个辩论的 就这个辩论的题目里面 因为辩论的技巧 永远是追究对方 所有逻辑链条里面 最软弱的地方 但是这个逻辑链条的相互这种纠缠 会使我们进入到 本身这个话题之外的地方 你刚才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六人行 六人行大概是在第六 或者第七季结束的时候 其实它留了一个悬念 就是莫莉卡和Joy 到底有没有约 然后在这一季结束之后 其实是在美国的六人行的fans里面 引起了一个巨大的讨论 压倒性的意见是 你们编剧编不下去了 是不是 对 把一个描述友谊 和年轻人生活状态的剧 最后不得不在六个人之间 去寻找新的组合关系 但是它会破坏掉大家 对于前六季或者七季的 整体的美感 以及对这些人的喜爱 可见在这个话题上 或者说在这个编剧 在这个点上 冒犯了所谓的 宫序良俗 我不觉得我们的话题 是不可谈的话题 但是是不是在 这样的一个公众场合 而且由这么犀利的 容易抓到对方 逻辑链条漏洞的人去谈 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我们就这样吧 先请现场的观众 用你们手中的红蓝键 帮我们做一个选择 我们要不要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红键是继续 蓝键是停止 由大家来决定 好吗 我认为马老师 叫停的时候是非常好的 因为他叫停的那个时刻 就是说整个讨论的内容 出于一个高不成 低不就 两头没法走的尴尬 走向上 他及时去制止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举动 我们不是放弃了 对这个话题讨论 而是适时给已经烧红了的 刹车片泼水 让他降温 让他逐渐回到轨道 他是最有资格 做这个决定的人 5 4 3 2 1 什么样的观众做出的选择 多么精准牛屁的观众 实际上停到了50比50 这样 那我们既不继续 也不停止 我们请我们台上的三位老师 来继续讨论 我们选手就放在这儿 好吗 可以吗 来 我们开始吧 我开始 我还是跟往常的立场一样 我觉得 如果奇葩说 不敢尝试的事情 就在我们的视频 节目里面 可能就没有开拓出 这个空间的机会了 所以试试看没有关系 那搞砸就搞砸 这个题目呢 我觉得 如果我们就这个观点来看的话 马董老师 我觉得就可以聊聊看 就是信这件事情 可不可能在我们今天的讨论当中 跨过这一步 不管在成名的心目中 跨这一点 是跨倒退 还是在马董老师的心目中 是跨前进 可是讨论会使得他公开 我们可以比较安心地 面对这件事 不会在上以前觉得 跟朋友约 一想到就觉得毛骨悚然 忽然之间 这个东西就被我们 从牢笼里面放出来了 所以我愿意 就这个观点 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 我认为朋友是流动的 我认为 朋友在我们生命中的角色 充满了弹性 他开始的时候 可能是我们的同学 可能是我们的邻居 然后因为某些病人凑茶 变成了好朋友 然后各位在座的人 你们都有过好朋友 友谊又渐渐淡掉 所以友谊是流动 就是好朋友 不是一个职称说 我发给你一个名片 说陈明 我是你的好朋友 所以这张名片已经印好了 我以后就是你的好朋友 没有 陈明只要做了一件 让我恶心的事情 我明天开始就不想理他了 什么好朋友 绝交 人本来就是这么一个 任性的动物 我们对于友谊 是可以弹性地处理的 所以这一方在讲的 我认为是 当我们对友情的流动 流动到了欲望那一块去的时候 这一方鼓励说 我们可以试试看 然后如果失败了 友谊消失了 也不过就跟一些 没有排品的人 跟别人打麻将 输了钱就说 我跟你绝交 是一样的事情 你难道会说 好朋友不可以打麻将吗 不会 可是你就会碰到过一些荒谬的人 他给你打麻将输钱 他就不再跟你做朋友 你心里面吓一大跳 想说什么玩意儿啊 输了钱就不跟我做朋友了 他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友谊会流动的情况之下 欲望也会流动 那这个人在友谊方面 出了一个缺口 可是欲望方面 撩起了你的愿望 你就约嘛 然后这一方讲的事情 是说约就约嘛 约不成就跟麻将打输了一样 那友谊就破碎 破碎就破碎嘛 我们人类就是这样子 少了这个朋友多了那个朋友 我们不是讲说好朋友必须约 我们不是神经病 我们又不是禽兽 我们看到好朋友就扑上去说 我要跟你约 我们是说好朋友可以约 我们不打算把好朋友 每个人额头都贴一个符咒 说不准约 不准约 不是 是我们贴了一个符咒 说这个不可以约 可是这个我把符咒拿掉 因为我要跟你试试看 所以就这么点事而已 不用把它当的是那么严重的事情 讲完 我特别佩服康勇哥 因为康勇哥在每一次的这个结变的时候 不管是站在哪个立场上 他总是站在地上 我觉得康勇哥开了一个好头 把我们整个的话题 回到了一个礼和节的节奏上来 金姐什么 我来说 捍卫你的立场 对 康勇哥刚才威威到来 当中有个漏洞 我也发现找到漏洞了 你说的是好朋友 可不可以 我觉得你做的那概念是熟人和我认识的人 和好朋友概念是两回事 熟人和我认识的人 这有可能 但我跟我的好朋友 我觉得不可能 首先在我们无论哪个社会环境 宗教信仰当中 性一直是个隐私 无论你可以大胆地谈 大胆地看 有时候大胆地做 偶尔的很极致的 但是它还是个隐私的一个东西 但这个隐私 我们发现在每个家庭环境当中 当我是个母亲 给我孩子洗澡的时候 当洗到十一二岁的时候 我儿子再也不让我洗澡 因为她有她的隐私 我觉得如果觉得我是你妈妈 我从小给你 我为什么不能给你洗澡 但我要尊重这个 哪怕母子之间 就是妇女之间 都要尊重相互的隐私 在好朋友面前 我们俩谈了很多 也有一个相互尊重的一个 性爱是很难分得开的 每个人觉得 所有性爱可以分得开 我觉得那都是吹牛 你们都高分了自己的智商 尤其女性 别以为性爱能分得开 如果是好朋友 那种约 那我估计 有一方的好朋友 她从开始 是以好朋友来介绍你 她一直对你有想法 只是跟你用一个好朋友的方式 靠近你 你可能把她当作好朋友 但她永远觉得 我是有可能得到你的 所以我这个起点是不平均的 刚才我在 康永哥讲东当 我都能接受 唯独一个是 界限是 好朋友和 我认识的人 和熟人 是不一样的 我没有几个好朋友 男性的好朋友 最多五个 我认可去到大海 捞针睡20个 我也不会碰我 这五个好朋友 因为这个好朋友 他跟我分享的是 我20年 10年以上的友情 见证了很多东西 为那一点 我拿我手机摇一下 就完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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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常是 团长们不要这么多话 可是因为今天 各位的发言群 已经暂时被封住了 所以我们就多讲一点 我同意这边的人在说 当我要跟我的好朋友 约的时候 是破釜成舟的事情 就是他一旦做那个事情 他可能要面临 划不来的代价 可是这方的说法是 划不来他也要 就人会做充满愚蠢的 后悔的事 他们要做 我绝对不认为 他们的智慧 足以说 我跟这个好朋友 约了之后不后悔 可能会后悔 所以这个我完全同意 金老师 我是站在一个 原则上的立场 觉得这件事情 可以进行 不是像你们所想象的 约的人 有一个高度 都懂自己在干嘛 我们对于好朋友的信心 来自于 他们会包容我们 最丑陋跟最脆弱的那一面 约是一件很尴尬的事 说出口说 我想要你的身体 有的时候很卑微 就我都不要你的爱 我只要你给我一个晚上 这也很卑微 所以刚才马薇薇用了 意气当头 这四个对我笑出来 我觉得太好笑了 就是桃圆成杰益 所以这个必须要约过一夜 这太可笑了 可是他的意思我懂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在跟你摇尾起怜 我被我的欲望 煎熬到 翻来覆去睡不着 那你懂不懂 我现在拿出我们的友谊 来冒险的时候 在我所有的朋友当中 唯独只有你这个好朋友 是我最放心的 让你看到我最丢脸的那一面 最破裂的那一面 最寂寞的那一面 你都还是会包容我 或者我真的丢脸到 你发生之后 你不要我了 可是你现在赏给我 一个美好的回忆吧 所以我不同意你们 把这个约的人 放在那个高度说 众生云云 我非要吃了你不可 不是这一种 是他受这个煎熬 他在今天晚上 他特别需要一个安慰 所以他选择了做这件事 那真正的好朋友 在那一晚上说的 我去帮你找一个 最安全的 让你过足了一日 这是好朋友 我一定把高晓松给扒光了 好好好 金老师 麻烦不要把高晓松 扯进这件事情里面来好不好 完全破坏美感 就是金老师这个回答 让我特别高兴 就是他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呢 我提出这么丢脸的要求的时候 他会帮助我 对 那他这个人怎么帮助我 决定于他的个性 他是像马薇薇这样说 好了 老娘两肋插刀 老娘就上了 也有这种 他有这种说 老娘真的做不到 那老娘帮你找个对的 对 所以都有 可是无论如何 可以提出这个要求 这个脆弱而空虚而寂寞的 我得到了帮助跟抚慰 是我如果不开口求救 我就得不到的 所以我约了 然后我就得到了帮助 我丢了脸 我露出我可怜敏的那面 结果得到了帮助 这就是好朋友对我的意义啊 所以可以约嘛 来来 听我们蓝选了 他变立场了 没有变立场 没有变立场 因为我觉得双方说的都非常好 而且这是一个承认的话题 是的 起码就是说我们可以再聊这个话题 肯定是一个社会的进步 而且我觉得性其实是一个美好的事情 并不是一个肮脏的事情 对 当你能够提出这个要求 并且有人来配合你做的事 它肯定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当然您金老师说的后面是后续的事情 但是我们聊的是说可不可以约这个事 只是在前面聊这个事情 应该可以有这种允许能够接受 有这个开口的权利 想法可以 你可以不接受 你也可以接受 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私人个人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男神 廖凡说的特别好 他说他拆解了可约和不可约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分界 就是主动和被动 说可约是我可约你 说不可约是你不可约我 当这一刀分开的时候 在一个遍体的双方都会找到各自的立场 我特别感谢廖凡 因为其实说实话 他来之前没看过齐发说 我真的说得这么好吗 他说得特别好 特别好 特别好 是吗 你命中注定说得特别好 我们在齐发说 我努力还原的是一群成年的朋友 在生活中聊天的有趣的状态 不是单纯的聊天状态 是有趣的聊天状态 但是作为一个节目 我们有两个重要的标准 也可能是辩论最重要的标准 一个是聪明的表现方式 我们这些都太善于这些 尤其是组织那些排比剧 那些排山倒海的 满堂欢笑的那些力量 第二是理性的光芒 这是辩论当中 可被识别的最重要的一个方向 我说实话 我特别感谢今天的观众 我们现场一百个观众 你们当中 如果有不能接受这个话题的人 你们大可以转身离去 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走 大家都在以一个健康的心态 共同去讨论我们这个话题 或者思考 或者接受 这样好不好 我们本场不分胜负 可以吗 你们可以吗 我们本场不分胜负 我们请我们三位老师 在你们的题板上写下 你认为本场六位选手当中 你最顺眼的那一个 而且你要给出顺眼的理由 好 那三位在写的时候 我要感谢我们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其实这三个重要的赞助商 都有我们的赞助伙伴在我们现场 我不知道此刻你们吓尿了没有 拿咖啡都没多吧 但是我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有勇气和眼光 赞助奇葩说这样一个节目 可能我们在自己冒节目的风险 因为我们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你们帮助我们承担了这个风险 你们的勇气比我们还大 让我们谢谢 雅哈咖啡 东风标志308S 以及MM豆 谢谢你们 来 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场 三位导师 好 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他那么顺眼 我没有勇气讲出他讲的那番话来 他讲的那番话 那么远离众人 却依然逗人开心 而且启发了某一些想象 我觉得很有勇气 金姐呢 我觉得因为我对她的了解 对她的关注 我觉得她可能站在 不是她这个角度 但是她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 能够还能说得有理有据的 貌似我被她带动了 这是她一个功力的问题 所以我很欣赏这一点点 那烦恼 对 我觉得 她其实说得还是很对 但是她犯过错 但如果她下回 如果改正的话 应该会说得更好 你们听到这番话以后 你们会完全以为 他们俩是商量好的一个人选 从我这个角度 可以看着他们俩写的是俩人 为什么写的俩人能接得这么顺畅 好 来 三位请亮题板 来 三位请亮题板 白邦尼 马威威 成名 所以又到了我 又到了你了 你别以为你今天就装聪明 就算了 要我说 我跟康永哥的感受是一样的 邦尼是一个 有自己强烈价值观的 一个变手 一个战士 他冲在我们整个社会的前端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 你冲在前端 即便你在自行车比赛里面 你冲在第一个 你都是要冲开空气阻力的人 他们身上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所以 无论你赞不赞成他的价值观 他们都值得尊敬和掌声 我很佩服马威威 除了邦尼 他的极端性 他的先锋性 导致同方不利的阵营之外 你还有周旋逸 那么猪一样的队友 但是马威威 站住了最后 站住了自己的位置 我很佩服陈铭 陈铭是 特别冷静的那么一个选手 而且把我们话题拉回到了 至少让我心里不那么揪心 所以其实我是应该 把今天的这个大奖 给到陈铭的 但是 奇葩说的现场规则 就是看心情 一掌此刻的心情 特别简单 我愿意把我们的抗恶基金 送给 本场 颁给马威威 你愿意为你的好朋友 上高山下火海 他能比刀山还难上吗 你的初恋情一约 没法讲道理 但是大家朋友 桃园结果一 可以讲道理 好朋友一约 是最容易约出真爱来的 这就是命中注定 所以 有钱有势 有理有据 不如有范 谢谢有范 冠名赞助奇葩说 下期节目再见 开课出奇葩说 这个空间 同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那他要是没有承受巨大的压力 就依法说明 他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力 还是依然保持观众 对我们的期待 对我们自己 就能够维护好 这种图片的影响 但是连设定屏幕时候 都开始 过于这个画地之间 我觉得 他原来其他歌 也蛮增长的 类似 对于图片的影响 以前有想到 很多很好的点 其实也是可以呈现的 比如说规则 这个规则我们平时习以为常 但没有意识到 一旦打破了它 可能出现的窘境 比如说在好朋友 可不可约这件事情上 我们的拒绝成本会非常高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平时跟朋友在一起喝酒 如果大家都要敬酒 我不想喝 这个时候 我可以先定一个规则 不好意思各位 我今天吃了药 或者我真的酒精过 我真不能喝 谁敬我都不喝 有了规则之后 它帮我挡住了 很多的窘境和麻烦 朋友之间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在朋友之间 心中就有这个规矩 在有这种墙在 好朋友之间不可约 就没事了 但是万一朋友之间可以约 这跟敬酒是一样的 你跟他能喝这杯酒 那跟我为什么不能喝呢 那接下来敬酒的人 会越来越多 而且你都不知道 该怎么拒绝 它会让你陷入到 无尽的麻烦之中 这就是处世 待人的规则 在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都是年轻人 在很年轻的时候 我们觉得每种感情 那个纯粹是最重要的 有情就是有情 爱情就是爱情 它那个边界非常分明 这没有什么不好 但有的时候 也不要因为 要坚持那个 所谓的纯粹 却损失了人生的丰富 和人生的很多种可能 然后还有我想说 其实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批欲望的野马 你可以去放养它 也可以去圈养它 寻养它 但是不要假装它不存在 排斥它 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自由地 骄傲地 活成一个生机勃勃的生命 你看好真是见鬼了 说我们在外面养小三 那不可能 我们有时候 还靠这个赚钱 是你的钱 是不是我的钱 到现在 我们都没见过我的钱 是挖通过住人 是你不要回来 疯了吧 你这样的钱花了多少 什么十万 要给老老贵的 猫侠才行 西级 女皇大人 这个月的话 就不可以说一下 转饭要吃的硬气 才是真男人 男人为什么要抢 私房钱 不就是不愿意 有共同的钱吗 我的钱都赔你 把我买猫烟 行不行 奇葩说第三季 全球招募开始了 关注爱奇艺奇葩说 官方微信 进入公众号 点击我要踢馆 即可报名 加入踢馆俱乐部 第三季大奇葩 也许就是你哦 本节目 由有钱有势 又有范的 有范ABP 独家冠名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